来 来 来 妈 我给你熬了些生汤 你喝了 乖 或许精神会好些 来 坐吧 妈 这么多年来 真是辛苦你了 就连外婆的牌位 也不能拿去大厅 只能在房里面供着 你为了方家 实在太委屈了 你别这么说 我受什么委屈了 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 我什么都不去 答应我 别再给我下几户 别再给我做什么没了 好不好 可是 你就没想过要再婚生子吗 毕竟亲生的孩子还是不一样啊 你去跟哥哥说 我真的没想过 要是他那么闲的话 你让他赶紧去劝陈师傅成家 别耽误了人家一辈子 妈 这是什么呀 这个妈 我本来有件事情想跟你说的 你看了这封信就知道了 所以那个包大元想回来是吗 他一身的病腿也断了 人总是有第二次的机会 这墙 你是不同意他回来是不是 也难怪 方桥搞成这个样子 都是我舅舅害的 害得你们吃了那么多苦 方家本来是好好的 后来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 如果不是因为我舅舅 你们现在应该过得更好 虽然现在我们能温饱了 但是 我知道你们心里还是放不下的 我们 我们怎么能放得下 爸以前是那么地神采飞扬 那么风光 就算被打成了重伤 在床上躺了半年 可是我们也不怪谁呀 只要爸还活着 能陪我一起复健 一起比赛谁跑得快些 我就开心了 爸醒来的那几个月 是我这辈子 最开心的日子 可是 可是他却这样子离开了我们 虽然是铁熊下的手 可是那个包大人 他根本就脱不了干系 每年爸的几日 哥都哭得那么伤心 要是让哥知道他要回来 大哥肯定第一个就受不了 这我知道 所以我收到那封信半个多月了 我都没敢跟你们说 可毕竟 舅舅他是包家唯一的男弟 他在外面十多年了 我妈 他肯定也不像他唯一的弟弟 在外头流落那么久 连一个家都没有 所以 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了 行了 行了 你也知道 妈最爱跟你说行事了 现在说了 心里也舒服了 好了 没事了 就当妈什么都没说过 妈 话说回来 那个包大人 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 你肯定特别想让他回来 对吗 没事 好了好了 别再说了 你呀 记住 别跟你哥哥姐姐说 知道吗 可是 别再说了 请问吃点什么 来给你们这儿的特色菜吧 来 你的菜 老板 我们的菜怎么还没上齐啊 好 马上啊 快点啊 各位稍等一下 老板 结账 大哥 来来来来 那桌的菜呀 这样就算齐了 有人推了好几道菜 全是妈的拿手菜 你说妈一不在店里 这味道就不一样 看人生气了怎么办呀 没事 我让他们点别的 再送点小菜就行了 你说今天这么忙 妈妈怎么拼命 不在店里呢 姐 你忘了吗 今天是妈最伤心的日子 她一定躲起来 谁也不肯见她 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呀 你瞧我这记性 这件事情 妈到现在都不能接受 她虽然从来不提窒息的事 但这并不代表她就忘了 反而更证明了 她一直在乎着这件事 所以才不敢说出口 你看这些年妈一走在大街上 只要看见女孩 那眼睛就移不开 就好像那女孩就是窒息一样 是啊 我从来都不敢在妈面前提窒息 你说妈妈什么时候 才能忘了这个痛啊 老板 结账 老板 这边也结账 来了 那我先过去了啊 芝希 我的小芝希 你 芝希 你现在过得好吗 你在什么地方 妈妈好想你 你一定忘了妈妈了吧 妈妈 这是你最后玩的玩具 上面好像还有你的味道 要是妈妈能够再抱抱你 那该多好 好 好 如果芝希已经死了 你在天上是不是遇到她呢 那你一定要拉紧她 别让她再走丢来 等我越走的那一天 你们要等我 等着我和你们相遇 不管芝西还记不记得我这个妈妈 我都要抱着她 告诉她 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爱她的人 只要逃到那里 她就追不上来了 我要往人多的地方跑 才有一条活路 她的人也堵在这里了 怎么会 怎么会 到处都是她的人 逃到这里 应该不会有人发现了 我等会儿趁天黑自己溜出去 你这只大耗子 终于被赶到牛角里了 谁 谁在那里 来 你们 你们故意把我引到这里来的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 丁 有德 有德 你这十年来 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把好好的那些场子 搞得乱七八糟的 变成了小毒馆 小倉馆 真是玷污了熊爷的名声 熊 熊爷 你帮我转达给熊爷 我对熊爷忠心耿耿 我帮他留着地盘 我等着他回来呀 是吗 是谁在法庭供出了熊爷 派他被判了枪决 这十年来 一直躲躲藏藏的 丁有德 熊爷那么信任 你居然暗地里 转移了他的财产 还出卖着他 你想想 如果你活生生地 站在熊爷的面前 他会怎么处置你 熊 兄弟 你把我转达给熊爷 我是没冤枉的 我是没冤枉的 我一直对熊爷很忠心 很忠心的 丁有德 去还你这十年来欠下的这把 去还你这十年来欠下的这把 真不知道要买下这间破店做什么 真是自逃没趣 瞧瞧你慢腾腾跟个乌龟似的 看你这死乌龟样就有气 口渴死了 去那边茶摊 给我买碗茶 知道了 知道了 你没事吧 芝希 对不起 撞到你了 这女孩 看起来是穷人家的孩子 我怎么会突然感觉看到了芝希 而且她长得还有点像厚明 尤其是鼻子和嘴巴 我 我总是看见有点像我或是昊明的女孩 总是犯傻 我这是怎么了 别再想了 越想心越乱 良茶来了 我 这什么那么苦啊 你往里加了什么 你想毒死我 没有 我没有乱加东西 这良茶拿来就是这样的 你说没有往里加东西 你喝 喝啊 喝 我喝 喝完了 喝完了 你都喝完了我喝什么 是你教我喝完的 是你教我喝完的 谁拽了是不是啊 好啊 我骂你两句你学会发脾气了 打碎了我的碗 好啊 赵老规矩 给我跪在碎碗上 我不敢了 我不敢了 饶了我吧我不敢了 跪啊 我不敢了 给我跪下 这确实是你让她喝完的 自己忘了也就算了 为什么还让她 跪在碎碗上呢 你怎么可以虐待 这么小一个孩子 不敢了 春云 蔡云姐 看来你日子过得不错 放昊明在临死之前 真的给你留下了不少财产 可以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铁熊害死昊明之后 昊明确实是留下了一些 比前更重要的遗展 那就是做生意的要力 我们就是凭着这些东西 才能有津铁 真是笑话 你一个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人 竟可以说是做生意发起来的 是 我的确没有你那么复杂 可以想出那么多汉人的法子 昊明是铁熊害死的 你还有脸回来 你可千万不要含血喷人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是清清白白的 为什么不敢回来 你还敢说自己清清白白 当初 铁熊在海边害死了昊明 然后逃走 你跟郑勇也都下落不明 一定是你买通欲卒 把铁熊放走 然后你们一起逃跑的 铁熊到底在哪里 他一定要服法 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你告诉我 铁熊到底在哪里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个疯婆子 好 来 你跟我去警察局 放开我 你神经病了 去什么警察局啊 你跟我走 你再这样的话我叫人了啊 来人哪 来人 抢劫啊 来人哪 走 抢劫啊 他看我穿金带银呢 他要抢劫我 你们快帮我拉着他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发生什么回事了 跟我去警察局 说清楚 你心经病啊你 谁要跟你去警察局啊 既然你这么爱上警察局 好啊 带他去吧 他喝了凉茶 又打碎了碗 没有钱赔 拉他去坐牢好了 不要 不要拉我上警察局 不要拉我上警察局 不要 他只是这么小的一个孩子 你为什么要欺负他 为什么 赵春云 怎么了你 那么爱管我们家的闲事啊 我就是喜欢打孩子 我就是不许你打他 我懒得理你 走吧 还要在这儿跟他纠缠吗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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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茶钱还能付呢 走吧 走吧 茶是你喝的 碗是你打碎的 要我赔吗 如果他们上门讨钱的话 我会告诉他们 找你要 如果你没有 就抓你去坐牢 不要让他们向我套 我没有钱 你给我闭嘴 还不赶紧跟我走 回家有你好看的 赵彩云 给我站住 你用不着 这么欺负一个小女孩吧 她是你的丫鬟吗 如果是的话 你卖给我 你要买她 你卖给我就是了 到时候拿着这些钱 去请一个 年纪大一点的丫鬟 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再使唤 这个小孩子了 丫鬟 谁告诉你 她是我的丫鬟了 她是我的女儿 来 我教训我的女儿 要你管吗 你想买她 你买得起吗 你就算买得起 我也不卖啊 我还留着自己打着玩 怎么了 你看不惯了 你要管我的家事吗 这不可能 她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儿 怎么会有人 怎么会有人 这么虐待自己的女儿的 你是骗我的 我为什么要骗你啊 来 你告诉她 你是不是我的女儿 我为什么要骗你啊 我当初怀孕了 你害得我流产了 之后我又跟铁熊怀上了 铁熊人就找不到了 我生下了这个孽种之后 我看着她我就来气 所以我就喜欢打她 你不是恨死铁熊了吗 拿着 你也打她 打着玩啊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怎么 不忍心哪 我可是给过你机会了 错过了 就再也没有了 好 死丫头 还不赶紧跟我走 拿上东西 好 花和珠台要摆一样啊 大家抓紧时间 你到那边去帮忙 好 对不起 你去哪儿歇着吧 别在这里挨手挨脚 我哪儿挨事了 我会做好的 那个小女孩 真的是在云杰的女儿吗 她怎么能这样 虐待自己的孩子呢 她怎么会忍心下得了手 就算是她跟铁熊的爱情 那孩子 那孩子是无辜的 我教训我的女儿 要你管我 你想买的 你买得起吗 你就算买得起 我也不卖啊 我还留着自己打着玩 来 不 住手 住手 妈 怎么了 是哪里做得不对吗 没事 我刚刚才想别的事情 妈 你是不是太累了 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会儿 对啊 好吧 我去歇会吧 你妈忙完了之后 再告诉我 我去歇会儿 你们说 妈这是怎么了呀 怎么感觉怪怪的 志强啊 你知道妈怎么了吗 她做事一向亲力亲为 不会放下不管她 她刚才好像失神了 不知道啊 你去跟着她 看她怎么回事 可是再过一个钟头 市长女儿的婚宴就开始了 你们这儿忙不过来的 你在这里又帮不上忙 只会碍手碍脚的 你就跟着妈 别让她出事了 你就是嫌我碍事是吧 行 我不管了 行了吧 志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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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怎么能这么说志强呢 我说错了吗 她就是挨手挨脚的 你没注意啊 她现在走路越来越不方便了 医生都说了 小儿麻痺症的后遗症 肌肉萎缩的概率特别高 这说不定她什么时候 又要穿上铁鞋了 到时候我可不想 她在殿里走来走去 那脚磨得有多疼啊 是 就算你是为她着想 那你说话 也应该婉转一点吧 你这态度 让志强听到 还以为你说她是个废人呢 我们志强也是有自尊心的 男人说话 就是直来直去的 哪有这么多婆婆妈妈的 你真是少根精 真是莫复 就是嫌我哀尸 就是看不起我 谁说我做不来 我打小在餐馆里面 帮忙了十年 哥做得来的 我也做得来 兵堂无礼 那 我 带兵堂无礼 带兵堂无礼 怎么了 带兵堂无礼 怎么 怎么好好的会跌交呢 带兵堂无礼 一定是刚才太累了 没事的 什么 赵采月回来了 他还真有胆子回来 要是铁熊赶回来 我一定抓他到警察局 当年的案子还没有结 现在又多了一条桃玉罪 这回肯定是立马枪毙 不能再让他有机会逃跑了 淳于 淳于 你怎么了 怎么一直在发呆呀 其实铁熊现在 能不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想知道 彩云姐现在住在哪里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找到赵彩云 就是找到铁熊了 这不一样 就算铁熊真的受到法律的制裁 昊明也活不过来了 我现在想的是另外一件事 那天我碰到了彩云姐 我看到她带着一个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又瘦又小的 彩云姐还对她非常地不好 又打又骂的 她说那个小女孩 是她和铁熊所生的 但是 我看着那个小女孩 她 她连眼神都像昊明 你担心 你担心那个小女孩 就是芝熊 我也不知道 要是芝熊在的我 她都已经十一岁了 可那个小女孩 看起来就八九岁 可能更小 所以我又在想 她 她可能是铁熊 跟彩云姐生的孩子 但是我又不知道为什么 一看到那个小女孩 我心里就觉得放不下 你知道吗 臣师傅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看到那个小女孩 我就像定了神一样 老是想着 那就是芝熙 臣师傅 你说 我是不是快发疯了 我真的好想芝熙 我没有一天不想她 我真的希望 那个小女孩就是芝熙 那么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可是我又害怕 如果她真的是芝熙的话 如果她真的是芝熙的话 那这十年了 她一直过着这样 非人的生活 一想到这个 我的心就痛得快受不了了 失去孩子的伤口 一辈子也好 一碰着就唐醒 一碰着就唐醒 这十几年来 我一直在看着你 你没有一刻不再想念窒息 我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帮你好 淳于 既然你在意那个小女孩 你先别着急 我会替你打听打听 这个赵彩云 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这些年来 她靠什么为生 这个小女孩 和她是什么关系 如果赵彩云敢骗你 或是她真的虐待那个小女孩 我也会帮你 把那个孩子争取过来 也许 你能把她当智希一样 照顾和疼爱 陈师傅 这件事 我一直没敢跟志文他们说 我就是怕他们 会想起昊明的事会伤心 我是怕 怕他们说我胡思乱想 这件事 我就拜托你了 陈师傅 不用跟我客气 对了 我都忘记了 今天市长的女儿 要在我的餐厅办喜宴 我得赶回去招待 陈师傅 有什么消息 就请你马上通知我 我会的 你先去忙吧 谢谢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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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辛苦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 我先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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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把衣服挂起来 小心别把它弄脏了 你帮我把衣服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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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衣服好漂亮啊 也不知道我穿上了 会是什么样子呢 糟糕 你怎么把这衣服给弄脏了 我对不起 我会赔的 我真的会赔的 我 你一个小厨娘 你知道这衣服多贵吗 而且你知不知道 这衣服几乎是你一年的贡钱 钱不是问题 千万不能得罪了市长的千金 我真的会赔的 我 你呀 就别逞强了 你说你 你说你去偷 去抢 拿那个钱来还 我想想 我倒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白酒也是酒精 到时候我们拿白酒 把这个红酒洗掉 然后再把它送到洗衣店 这样就没有印记了 谢谢你啊 别谢我了 赶紧把衣服换了吧 嘴巴 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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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 你干嘛 我走了 你看 那儿也不错 原来你是新娘的表哥呀 今天还多谢你替我解了围呢 这不算什么 我妈和市长夫人他们俩的 关系不是很好 所以我表妹结婚 我妈都没来 让我带个礼物过来 但是市长夫人看不上这礼物 还是让我收回去 还给我吧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要是让我妈知道 东西被还回来了 她肯定心里很难过 所以刚才我就趁着 表妹在换衣服的时候 想要偷偷拿给她 叫她默默地收下 这样的话 至少也是阿姨的一份心意 好漂亮的坠子啊 是啊 这是我妈很喜欢的东西 但是他们市长夫人 有那么多好东西 哪瞧得上这些东西啊 是吗 可是已经拿出 这么漂亮的坠子当礼物了 已经很有诚意了 他们又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 估计啊 就是怕收了我们这份人情以后啊 我们家向她借钱 我们家现在家道中落 就靠一些祖产过日子 这不 我正合计着 要跟我朋友一块做生意吗 姨妈已经对我冷嘲热讽了 她还说我根本做不成 谁说的呀 这皇帝还有三门穷亲戚呢 他们干吗这么看不起人啊 好了 这也是我不在乎的事情 毕竟人家住在闹市区的豪宅 而我们住在北街后面的一间房子里 本来就不是一门妻 倒是你呀 这个小厨娘愿意听我诉苦水呢 是啊 那今天就多谢你替我这个辛苦赚钱的小厨娘解围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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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